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杨杨队粉丝,请尊重我的合作伙伴。 有一些粉丝因为太过于喜欢自己的偶像,也希望跟他们能够近距离接触。 看到他们的蜡像也是一个机会,所以做出来一些不雅的行为, 其实,那种特别激动的心情可以理解,但是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行为。 因为作为一个粉丝,我们应该要管理好自己的言行举止,不管在什么时候, 都应该表现得非常有素养,不然别人看了会非常的隔应。 杨阳本来就不想做流量,而想做一个演员。 所以近期拍的戏曝光度很低。 一拍就是一年。 就连粉丝也是很少见到他这几年去参加一些活动。 基本上都是在拍戏,也是偶尔为了宣传去参加快本。 粉丝都很理智。 不信摇不转摇,只要他没有主动承认的东西那一定是没有的。 平时杨阳去参加活动,有的粉丝就特别激动,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就喊出来。 他每次总是给粉丝一个晋升动作,这比什么都管用。 他的粉丝不会去黑别的明星,除非真的别的明星的粉。 丝对我们可能有一些误解,也只是耐心地赴他们。 一群路人是因为杨阳被黑才特别地关注他。 越关注越觉得。 杨阳是为心地善良。 品德高尚的优秀青年。 每看到他把防毒面具让给战友,而自己忍受着毒气侵蚀损伤呼吸。 到的视频我们经不住泪流满面。 杨阳言于律己宽于待人。 也许是潜移默化的影响。 我们现在性格好了很多。 杨阳粉丝有才华。 素质高有修养。 心地善良。 当杨阳遭网络暴力。 粉丝们用善举回应暴力。 为山区儿童捐款。 为杨阳祈福。